我開始漫長的找工作的生意 首先我要做一份理力戲 但是理力戲要有一個理力的照片 哪個時候我沒有一封是正經的照片 我所有的照片都是拉鬼列拉這個樣子 所以我沒有這個照片 我要去上網做我的照片 我找到哪個老闆 哪個老闆跟我說 你這個樣子怎麼樣 她叫我 我說我這個樣子有什麼問題 她說你頭髮縫鬆 面世遊玩 意理不整 結不行了 我在想我怎麼髒乾 但是意外不說 我馬上去中華買衣服 買到我人身低頭囤著 看了一個頭 然後學發帳 發帳 發帳 用了一集找工作的照片 所以知道找工作屬於一道 然後 就當時我們二十年前 烏龍網還不補片 怎麼找工作呢 南瓜找報的英文版 交聘感告 是當時最流行 交工感告的地方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七十一 所以很多部局管 都沒有英文報紙買的 所以我每個星期 早上九點鐘要調到鬧鐘 然後一早起床去買報紙 如果買不到的報紙 哪個星期找不到工作啊 所以那時候有個名句就是 快人一步 你一想達到 所以我們一早要去買報紙 監工有監工的衣服 我們要穿什麼 女孩子一定要穿船子 還有是幼式的絲襪 然後是高跟鞋 一定要怎樣 但是我戴上一樣的腿 我還沒有戳頭 也弄破了 這兩個星襪子 然後高跟鞋 弄了我兩三個字眼 好辛苦 去監工的時候 還要少生意義地做上 要很大事 我弄破我的星襪子 所以那時候我監工 比英語王還要以太 我還要做上 那監工呢 就跟我們演講 比較演講差不多了 我要準備五分鐘的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說什麼 就是退下自己的右臉 我要說我自己是很勤奮 誠實 可愛 沒錯 我一定要達到這個目的 還有我要了解 認真公司是什麼公司 我要令我的性格 跟這個認真公司很配合 好像是插頭 插進插左一樣 八天八都合適 另外還要說一點 客觀一點 我說我自己有缺點 但是這個缺點 要跟我的工作是有用的 好像我說 所以通常我都有胃痛的防腦 這樣我才可以令到這個 寄我介紹 讓他們覺得 我是理工是未來最有潛力的良性機場 所以結果才可以去到最後面試問答的完結 問答的完結 就好像我們即興演唱一樣 我要準備設計好我們的答案 通常他們問的問題就是 我就說 你為什麼選擇我們公司呢 我就說 你公司有良好的發展 還有 我年輕 學習能力高 所以很適合你公司 另外一個很慘忍的問題就是 他會問 你的興趣跟消耗是什麼 我會說 我喜歡教我的富豬 潛水打網球 關上馬拉松 所以所有老闆子都喜歡的時候 都喜歡 其他請了我之後 多了個玩的火玩 對嗎 另外就是 通常第三個很常問的問題就是 你消耗的工資是多少 我會問 工資 人工 人工多少 我說 他說 我的人工跟以前的差不多 調整一下通膨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不重要的工資 最重要的是 能夠為你公司服務 這是我的融資 所以我的工資會跟你的公司的標準 所以在整個即興延長 更要注意觀眾的反應 所以我就容易 練習官的反應 然後 小警醫師 讓我的語調 機態 眼神 達到吸引他的效果 我才可以 合理盡全 對啊 你們說對嗎 對 所以這20年的監控的生涯 我覺得很快樂 找到我的晉升性 跟我唱在演講會一樣 很積極 滿足 謝謝各位 好 好